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我们产业大师和年轻人的世代对话 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在台湾的平面设计美术设计 算是第一个台湾人 也算是第一位华人 可以入围葛来美奖 但只是没想到他第一次入围之后 常常入围 已经入围到最后 不太像是新闻了 但是他拿下德国红点的设计 还包括了总之 你看他的作品 你自己不管他得不得奖 坦白讲都会喜欢 我第一次访问肖青阳 是因为他那个 我先站在北北 对对对 跪三观 我都还记得 那后来那个故事倒也很精彩 我觉得会想要把一个 CD的唱片的封面 做到这么的用心 因为你细细的雕琢 而且重点是这么的立体 然后你就像是看到 这个台湾的人事物就在你眼前 我觉得基本上 一般人去想说 CD不过就是CD嘛 那一张你顶多卖个三百四百 我要花那么多的工 在唱片包装上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的 算盘播起来 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对不对 不过我其实我在 那为什么大家会愿意找你 播这个好像不太划算的算盘 其实每次在做唱片当中 我知道其实 偶像站到台上去 那台下一定是疯狂粉丝 就会尖叫 那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自己会多想一下 那造就了那么多人收藏到你设计的 或是大家的共同作品 那当中你还可以讲了些什么 那其实我在 我可能这个人就是从小容易想很多 所以即使做一张唱片 我就会想把王宝川薛平贵的故事 也放进《升旗百马》里面 把可能我们消失很久的东方的意涵的图像 放进去 我总觉得可能被新生代 或是被喜欢的收藏之后 他也有新的联想 当然我自己也一直 但是问题是 这些歌手会不会有意见 或者唱片公司一开始会不会有意见 不过蓝轩你刚刚讲的很好 我也真的是很谢谢第一次葛兰美讲之后 他们就是捧着这个葛兰美的光环 来找我 大师你决定就好了 但我也想说不要枉费这些好朋友来找我 说不要把自己称为是大师 就是得到大家这样的尊敬 那我反而是应该善用这个尊敬 把它变转换一个我想做的事情 我想表达的意涵 所以得奖对你来说 其实最大的意义在于 他帮你打开了很多空间 你以前想做的时候 人家可能不见得 不见得大家觉得这样的方向角度是对的 那我觉得得奖对自己来讲 可能就是得到更多的支持 那自己可能就是幻化成一个更大的力量 把这个力量做可能做更大的 超越自己本来只是 只是设现在只是设计这件事情的想象 对对 我刚其实来电台的路上 我还跑到行天宫 每次 拜拜吗 对每次来这边就想到去行天宫拜拜 我去跟还跟神说 哎呀如果可以让我多做些什么事情 是比较是奉献的事情 我很乐意 对然后想说跟神讲的话 我也愿意来这边跟大家讲 对就是这个人就是要热情 除了自己以外 还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很正面的说出来 不要想太多 我不能只是以前的肖青阳 我应该可以做肖青阳以外的 我看到路上其实或是到医院 好多人都在帮 帮很多人在做帮忙的事情 那设计我觉得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对你来说设计已经变成一种媒介了 一定是 对不对 过去可能一开始在你18岁入行的时候 设计你从美工开始做起 设计可能就是养家活口 赚口饭吃的事情 是啊以前还称为美工跟电工 水电工都和在一起 对常常也不知道自己要修什么 那现在终于有一个比较好的名称 在学校叫做视觉传达 对对那到底要传达什么 其实我真的还是觉得大家可以想想 其实传达你脑袋中 想要传达的那个意涵 或是服务的意涵 他都可以 只要你有想法 都可以透过设计去传达出来 所以对你来说 现在的设计 他商业化的成分 虽然都是在商业的行为当中进行了 对 但是你就比较喜欢 在商业化之外去创造出来 他其他的 比如说工艺性 或是说凸显出一些人性 或是一些温暖度 是不是 没错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我个人喜欢 在商业的包装之下 有这样的机制 那你不觉得这样更有价值吗 他就不会变成一个 好像多年前做了一个唱片 然后他已经过期了 已经下架了 就没有人理会了 自己看得也会很落寞 你这样讲也是 所以你们看待过去的作品 会是这样子 但他只是一个 纯粹金钱交易买卖的一张 唱片的时候 对 我想入行 入行久了 自己会有些反省 所以常有些作品 我觉得那只有这样子吗 难道不能再多一点吗 那他可能提醒我之后正在创作的作品 那可能我们就再把他加入多一点 他可能流行时期过了 可是他多一点可能是在文化性 价值性 或是想传达意涵 当面多一点想讲的话 这样讲的 因为你已经有一千多张 太多太多了 算不完了 我记得有人帮你算过了 我看过这个数字一千多张 对所以我想说 我不要再做自己重复的事情 那做那么多 其实不如做一张 你觉得是更让你自己有兴奋的 有兴致的唱片 OK好 那要怎么样不重复 除了就是说 可能你不做唱片叫做不重复 但是还有更能够的方法 从样做唱片 打破过去的苛九 这也叫做不重复 对 我喜欢这个就是 从早期 我怎么开始做唱片 一张一张都是大脸 大脸的时候 没有大脸不是不好 可是当我重复大概 重复大概快一百张的时候 我大概自己也腻掉了 我每天就是帮皮肤 帮歌手明星在修痘痘 用Photoshop在修那些身材 我想这样也不是办法 其实是我自己狭隘了 所以我在想说 其实设计或是唱片 也可以是剪纸 也可以是书法 也可以是一个台东的日出 它的可能性 只要你愿意去想象 它都有机会可以去表达 是这样子来的 那当他搬离开 这个唱片的封面之后 我们刚刚讲Pyoma 其实只是一个开始 或是一种创意 到了宜兰同玩节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报道 你是让它变成怎么样 你是做出造型是不是 这几年吗 对他从去年开始 那大会就邀请我担任当中的视觉 其实我跟大会的所有的设计师合作 他表达的还包括是游乐器材 但我也关心到说 其实所有的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来对关心 那个是那么多人在玩水 那水会不会很脏啊 我心里想说 其实这个也是设计师 应该去关心的事情 不要把自己贴标签 设计只管设计的事情 所以我跟局长跟县长也一起讨论 其实那个水是不是每天都可以来换水 让所有家长更放心 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启动 来了更多的人 对 去年到今年每一个礼拜 他都破纪录 我想是大家感受到 现在做一个活动 做一个视觉当中 你表达的事情 可能不会只是停格 只是在讲视觉的事情 你关心的事情 还有更多更多 例如说你去玩水 那你拖鞋要放在哪里 是不是比较有人性的设计 比较好的安排 他也是设计之一 那是你在设计的范围里头 这个都是大会当中 我都很乐意 跟所有的团队 一起来讨论的项目之一 真的啊 那请问现在拖鞋要放哪里 拖鞋 其实在每个游乐区当中的 那些述从的旁边有规划 规划的位置 所以你有特别规划的一个位置 对 他并不是大家乱拖 就跳进水里去了 回来找不到鞋子 对 没错 我去过一次 回来找不到鞋子 对 那例如说 这个一定要让通报 所有的好朋友 是童文街 也不是只有 自己带爸爸妈妈去 然后爸爸妈妈去是65岁 你就免费 你就可以进场 所以你可以看到 13个国家以上的大型歌舞表演 所以这些表演 这些内容 这些资讯 他都是设计的范围之一 对 早期从海洋乐际啊 或是到现在童玩节啊 都让我一直在练习 其实做一个平面设计师 你要去关心的事情 还真的很多 看表演人参与演唱会的人 或是乐团朋友们 这些如果你细心去安排 他都是一个好设计 当然我觉得设计的概念 如果说你要不断的延伸 我觉得他是无处不在的 你说好光是节目的过程 也是一种设计啊 对不对 但是对你来说 你看你现在除了宜兰童玩节 你先前台北灯会 也有找过你设计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跟机场航下 对 那像这些 当你开始陆陆续续 接到越多 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的意思说 怎么 他跟你当初的平面设计 跟美术设计 有没有任何 不足 你觉得你还在去吸收的 或者说在概念上不同 必须要特别的 比如提醒 现在在学设计的 年轻朋友的 就是说 这个转换对你来说 有没有困难 这个转换其实是我在练习 当我练习完成了 我也趁这个机会 想要分享给更多 有心人士 或是设计师们 可以一起来加入 其实早期对来讲 设计是一个平面的 基础的表现 那当他变成 航下A9馆的机场 出入境的现场的时候 我就想要 那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就要表达 就是我新生起白马 不只是一张唱片 是一个离开台湾 或是回到台湾 听到传统那个 跟阿嬷看歌仔戏的香音 对 那个香音 其实你听到一点点声音的时候 你看那个画面的时候 你感受到那个乡愁 你想到你的故乡 想到小时候 你跟阿嬷的故乡 那其实回到台湾 就是这样的境界 他绝对不是因为 我的生起白马做得很好 所以就可以放在那边 大家一起来欣赏 只是这样的角度而已 我想这个意涵有被阅读到 有被感受到 所以他足以可以 放在机场的航下 欢迎大家回国 那我没有 我最近比较没有进出 没有注意到 他是就一个立体的白马 在那里吗 他就把那件作品 变成一个立体的结构 那变成半圆形的角度 那像万马奔腾 那加上书法 加上这些重新做了 一拉的线条 但是他都是从以前的 我这件作品 或是以前的古典的作品里面 去重新去衍生出来 那你需要跟别人合作吗 哪些 需要 那个这个是跟 所有的装潢师傅 或是航下的这些 安全的这些 更细节的人为 共同合作 你知道机场是进进出出 他施工时间是有时间性的 对 那但重点是 我觉得是表达这个意涵 为何是他 可以放在机场当中 你的意涵的传达是什么 让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那我想这样的作品的呈现 跟现在做的Puyuma 它是很相近的 它不只是漂亮的一个表现 它其实是表达了传达 让可能看不懂设计的人 他也可以感动到 你所表达的心思 就有点像公共艺术了 对 其实公艺术是给大家看的 所以那个意涵真的是相当的重要 那很开心是我这几年的作品 其实也比较 比较多方是在研究 这部分的感情的摄入 那照你这样想起来 它好像变成说 什么都可以做 你会不会给自己一些限制 或者说你觉得这些 未来的发展 台湾的这些文创也好 平面设计也好 它的趋势是 可以怎么样 我个人对于设计的定义是 它是除了传达内心的感情以外 它还有一个功能性 是在改善人类的生活 所以你坐到一把够舒适的椅子 穿戴一个好看的项链 但是它的美感 或是它的舒服度 它都包含在设计当中 所以设计真的是无所不在 它变成显学 你看现在全台湾有多少的孩子 想挤进这扇大门里面 没错 所以我们现场就有一位孩子 在这个地方 而且他非常认真的说 像我们节目之前 还特别去问了同学 去搜集他们 对于今天 他来节目里头 我可能可以跟肖青阳 对话的时候 大家对于这个平面设计 对台湾的文创产业 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跟什么样子的一些 或许不安吧 或者对于这个社会新鲜人 要踏入职场 他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建议 好我们休闲会回来 就要继续请肖青阳 肖大侠来聊 但是要加进舒焕云来进行对话 马上回来 需要更多的地位 我们永远都应该 我们永远都应该 永远都应该 永远都应该